大家好我是彭子 现在在单位 看看我们这 走了 六七一半结算去 六七月份是我们销售最难的 太热了是吧 但是像之前也是 把说六七八九是伤魂用的最大的 但是这两年大家知道房地产不行了 伤魂也不行了 先把手头结算能办的办了吧 所以我们也在坚持 苦苦坚持着 走了上空港 后期上空港 今天给大家一直关心的绿地 就给你有空走了拍两个 走了出发了 感到超市的味道 放过了青山 你说你看头顶道里的人们 还丰富过野树 吹散一路的封城 这里秋笑与闹师哥 觉得有一个世界 让我们疲倦的身体 你在这里长久的停歇 嗯 好了 等了一上午办完了 因为咋说了 一般我们跑出来 有时候比较远 就跑 来回感觉是 省点油 哎呀 你这为啥这么多少吃 刚才跟项目关系好 说 彭子你赶紧过来 这边贴条了 哈哈 咱这等一下 所以有时候的距离远的话 基本上一上午就待这等一等 因为有的就十几二十公里 就跑一趟不喝算嘛 你看看空港所以比较美 你看到吗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坚持 有时候就在路边看 吃饭的话 就在路边的吃点 坐着再待会儿 进入六七月份了 温度一下子起来了 所以空港这边是比较熟的 因为有之前在这负责两三个项目在这 发展还是快的 但是他咋说了 就刚才说的 这两年房地产下滑 就是整个我们的工程行业 我也不说我们的商务行业了 所以没办法 因为之前是想辞职吧 你也不知道干点啥 因为咱在部队待的太久 你出来就和那个社会脱节太严重了 包括好的朋友 彭子你看你部队待那么多 你咋没要工作 哎呀 所以说提起工作一言难尽 所以说慢慢的待着 多给人家咱屏幕前的一些销售老前辈 虽然咱年龄比他们大一点 但是人家的经验丰富 咱毕竟干了两三年 所以慢慢在坚持着 但我一直感觉空港这边不错 之前我拍的最多的是 你看那边 大家知道那个房子吗 中联国宾府 有几个网友 好几个网友在那里面买的 之前他们的便宜 但是价格啥都上来了 但是现在咋说了 就买房子咱自住行 投资反正是钱袋子无解 反正整个形势不好吧 所以说也在慢慢的坚持着 看整个结算办的差不多了 再到另外一个京河另外一个工地去逛一逛 待会走在那 走在那给大家拍一下 就是绿地的 有好几个网友 就说彭子咱没看你来空港了 我说前段时间就是前段几天假 回去办点事 好了走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